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日报道 在荷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之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 把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划定为非军事区 以避免引发一场核灾难 路透社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11日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 古特雷斯呼吁和无双方暂停在核电站附近的所有战斗 报道称 古特雷斯说 这座核电站绝对不能成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双方必须在技术层面紧急达成一项协议 以确保扎波罗热地区的安全 报道称 乌克兰原子能工资说 扎波罗热核电站11日遭到5次炮击 包括放射性材料储存库的附近 另据荷鲁斯塔斯社 扎波罗热当地行政人员称 乌克兰向核电站进行了两次炮击 打乱了核电站的换班工作